一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世界发生了很多事,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发生了很多事,很多兴奋的事,一年前我们筹备,然后就下去阿根廷,然后去了几次,到了现在的情况,让大家为阿根廷的教会讨告,我们差点这么多就可以达成那个购买堂子的地方的合约。 明天呢,他们六点钟,就是阿根廷时间六点钟,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四点钟,就最后跟业主来谈,本来上个星期五谈的,突然间业主家里有急事,就退到明天六点钟,给我们有机会来祈祷,价钱就差不多了,还有些细节的事,希望神话我们预备,我们的教会就可以正式可以开始聚会,就去那个新的地方, 我们的教会来聚会,我们的教会来聚会,那我们现在好像说,万事俱备,只欠那个堂子,我们就向神走了,那你说那些钱在哪里来呢,那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在上帝那里来的, 不过神已经有预备,那我们会很快很快就这个工作就开始,是很奇妙,我想我们一年前都没有想到,是会这样发生,一年前都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和阿根廷的弟兄姊妹,有些在我们当中,有些还在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心里面挂着他们, 这个是神的工作,有些还在我们当中,有些还在我们当中,有可能更兴奋的事情和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读过那段经文呢,是基督徒,尤其是信了主内的基督徒呢,就会, 他没有那么容易体会,那个经文本身,那种的张力,因为我们信了主内,庆祝圣诞节,很多年了,那马利亚,受到天使的宣告,那应该是蒙诞英的女子,哇,那就很开心了,耶稣降生了,那我们就会集中来讲一下,就是天使说耶稣降生啊,圣灵感人那些事,往往就忽略了,马利亚她的感受的, 她为什么会这样,她的说话,她的内心的世界,当天使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加上我们基督教呢,对马利亚就,就是有点点,因为天主教说,圣慕马利亚,不要说那么多马利亚了,但其实当我们去想真一点,去进入马利亚的世界呢,我们发觉,马利亚是一个真是非凡的女子来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犹太的女子结婚呢, 马利亚大概多少年纪呢,不是二十几岁,很多当时犹太那个年代结婚的女子呢,十几岁而已,有人说十四岁,有人说十五六岁,应该一般来说呢,就没有二十岁的,你想想,十几岁的女子,我们在加拿大,现在北美的社会,十几岁, 老顺都没生起来,现在他们要结婚了,当时以前的人成熟一点的,工作没有那么多,没有机会读书,很早就要做事了,十几岁的女子,已经许配了给一个人,叫做药室,就来出嫁了,突然之间呢,有个天使跟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这个马利亚突然间说,哇,不知你说什么,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蒙大恩呢,还说下去才可怕,她说,你要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一下子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下子突然间说了一大堆东西,这堆东西呢,就是,你不要怕,你神意其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 他说了一大堆东西,你以为马利亚明不明白她说什么呢,肯定不明白,就是突然间有人说,如果我是马利亚,我听到前面那句而已,你要怀孕生子,你说什么呀,然后整堆东西完全听不到,你明白吗,一个未出嫁的女子,怀孕生子,对当时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靂来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就普通啦,Teenage mom,有时候, 我开车以前经过学校,送子女回去的时候,见到个妈妈推着个baby,放了个小孩在个学校的daycare里面,她是上学的,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好像很普遍,但是当时未婚妈妈十多岁呢,她的命运呢,基本就可以,就是很凄凉的了,她,怎样跟她的未来丈夫说呢,性灵感人, 这个是不是一个理由呢,即是说,Honey,我现在就来嫁给你了,不过我懷孕了的了,谁经手的,性灵啊,傻的是不是,不过神很take care的,神在梦里面跟药室说了,那个是后话嘛,但是你想想,马利亚说,我怎么跟我未来的男家怎么说呢,这个感人不是我做坏事,是性灵啊,搞错,这样的理由都说得出的, 就是没有可能了,被人休了啦,是不是呢,一定休了你啦,休了你,没有机会,带着个baby仔,犹太人不能够堕胎的嘛,不能够打胎的嘛,带着个小孩,人生怎么样啊,一生就背负一个坏女人的名字,带着个儿子,都不知道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怎么去住,家人就说,你dishonored了我们的家,说你走也不奇怪,就是一生呢,前途就, 就尽毁,一生就背负一个污名,未婚生子的污名 这个可能是,马利亚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脑里面想了很多的东西,跟着,说什么耶稣啊,生子那些,那些他不太明白,说什么,那面对的现实就说,死了,我现在将来的人生会很凄凉,都不知道怎么做,怎么过,短期,将来那个儿子怎么伟大,起码是十八年后的事啦,是不是呢,怎么搞呢, 不安,不明白,跟着愿不愿意呢,很容易就会选,不愿意就不要搞我,上帝,拜托你不要选我啦,选我原来这么凄凉的,选了我之后,我的命运就没了,不要选我啦,上帝你不要这么看得起我,我很简单,我嫁了他,安心心过一生,就是这样的了,不要选我啦,很多时候会这样想,但是马利亚当他听到天使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了几句说话是, 很重要的说话,我相信呢,也都被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去思想和学习的,是在第三十八节这样说,他说马利亚说, 我是主的事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跟着呢,在那个,他后来去见回他的亲戚,在当中,大家拖友动的时候呢,他唱一首诗歌,在那诗歌里面讲了两句说话,一开始的话,马利亚说第四十六节这样说, 我心专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这四句说话呢,将马利亚的生命,那个非凡的生命表露出来,我是主的事女,愿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心专主为大,我灵以我救主为乐, 这四句说话呢,怎样今天,在今年圣诞节,我们盼望呢,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一个鼓励,第一句说话,我是主的事女,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英文翻译就是,I am God's servant, 就是我是上帝的博人,servant,就是slave,奴隶,当时屎女博人,就不是打工,住家工那些的,是说你做奴隶,做奴隶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了,你不需要想着自己了, 奴隶,你是属于主人的,你只要就完成主人的使命就行了,当他面对这么难的事的时候,他说我是主的伯人,我是主的奴隶, 我愿意承担主人给我的一切的事,这个命运,我就说将主的意义成为我的命运,我愿意谦卑去承担,虽然, 摆在我前面的事,我完全不能够明白,我甚至不是很愿意走,未婚妈妈这个命运,但是,我愿意谦卑的信服, 我愿意说,我是主的使者,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博人,各位,你只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想一下我们自己是什么, 我自己做些什么,我是谁,我们人都是问这个问题的,年轻的时候,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某某人的女儿, 接着我在某个学校读书,我希望那个名校,接着在那儿读书,一路读上去, 接着开始就要建立我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事业,物业,工业, 到年纪大的时候,就想一下,哎呀,我一生做了些什么呢,就看看自己有没有奖项了,有什么的成就了, 那些奖项买出来,我们希望都是这样,希望能够说,嗯,一生有些成就,我是什么呢, 这里的玛利亚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个身份,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了这个身份的时候, 对我们整个人生,有很大的释放,我是主的牧人侍女,牧人侍女就是说, 主啊,你交给我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不需要为自己去积聚,为自己去建立, 我只是要完成你交托给我的工作,我是一个完成主的工作的人, 你交给我,我不需要拥有很多东西,牧人没有什么拥有,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拥有的, 但是他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神差派给他的使命,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第二句就说, 原主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他所关注的就是,主人的东西被我做了,做了就行了, 我完成了这件事,我的工作就做完了, 我不需要和人比较,一个仆人和另一个仆人不需要和人比较, 究竟我做得好,还是人比较不好,最重要就是, 我做好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煮饭的,那个是掃地的, 我不可以掃地,掃干净,你们煮饭一点, 两个不同的工作,不需要比较, 但是比较可以说,我有没有做好我的工作, 完成了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无论是多难都好,我都愿意去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的使命,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有些人就说,Purpose Driven Life, 那我们人生为了什么目的呢? 其实人生的目的很简单, 上帝,你在我们人生阶段里面, 你给我们有什么使命, 你愿意去做什么? 小时候好好地读书, 大时候做不同的东西, 结婚生子的时候, 大家好好地照顾家庭, 后来小孩子大沙了, 那我们两个人怎么办呢? 做什么呢? 每一个阶段上, 上帝都有指引给我们, 整体性的指引很清楚, 荣耀神,传福音, 那些很general的, 但是具体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有不同的使命, 未退休前,退休后,退休之后, 甚至身体不好, 好了,都有上帝的指引说, 喂,在医院里面, 在疗养院里面, 神都有很多的指引帮助我们, 叫我们告诉我们, 喂,这个是我们要完成的使命, 我们就说, 我们是主的仆人, 我们去到不同什么的环境,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主下我是你的仆人, 现在这个工作, 我要做些什么, 你怎么样教我做, 我要怎么样去好好地去完成它, 所以人生, 做基督徒的人生, 肯定是一个有目标的人生, 因为上帝的旨意, 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旨意, 教会都是一样, 教会是一个目标的教会, 因为教会上帝的旨意, 就是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 除了是全福幽荣耀神的日, 到底我们去哪里全福幽荣耀神, 我们怎么做, 我们都是说, 神啊, 我们是教会, 就是你的仆人, 我们教会不是只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皇国, 我们就问, 主下, 究竟你怎么样带我们, 我们要走什么的路呢, 告诉我们, 所以说我们去阿根廷, 不是有空没工作, 是上帝很奇妙地, 不同的方法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要去一下, 要去一下, 一个人去完, 第二个去完之后, 发觉这个工作是要做的, 我真的想不起, 我们这么远, 回香港的飞机票, 回香港的时间, 所以阿根廷做什么呢, 不是因为当地的咖啡好喝, 咖啡是挺好喝的, 不和我们的咖啡不太好, 是因为神的心意, 是他要在我们, 通过我们的教会,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2012年的时候, 当时有国语堂的姐妹说, 阿牧师,你去做什么呢, 2012年, 那时候我去看看, 他意思是说, 你香港人, 走去那帮福建人当中, 你做得什么呢, 其实他意思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知道做得什么, 香港人, 又不明白下面的环境, 福建人, 多数是福清人, 都不知道做什么, 去一去之后, 发觉, 哇, 心里又感动, 但是知道, 未是时候, 去年的时候, 就看到神的作为, 当我们的一个教会, 如果我们的时常的心态说, 主啊, 我们存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你的仆人, 麻烦请你, 告诉我们, 究竟有什么要我做, 这个教会, 是不会说, 哎呀, 上帝, 我们不知道没什么要做, 我们时时就在这里, 吃喝玩乐就算了, 这个教会, 如果是时就问这个问题, 神啊, 我是你的仆人, 我有什么要做, 无论多难都好, 我也做, 因为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的目标就是以你的旨意, 成就为我们的方向, 这个教会, 是不会觉得, 没什么要做的, 每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说, 主啊, 我在人生里面, 我这个生命, 我是你的仆人, 我这个人生, 我的时间, 印词是你交给我的, 我是你的仆人, 仆人是什么, 看着主人, 喂, 有什么工作要做呢, 如果我们做老板的, 看到那个员工在那儿, 上网打机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怎么搞错啊, 请你回来做事, 在那儿上网打机, 这样做事啦, 哎呀, 不要紧了, 老板, 你给了那些东西, 我一两分钟做完的, 我现在有空打机先, 这些员工就炒鱼的员工, 对不对, 做个基督徒, 我们跟随上帝的话, 神啊, 你有什么给我做, 是会不停的问, 神啊, 我去到不同的人生阶段, 有什么我要来为你成就呢, 我在工作里面, 在家庭里面, 在我的周围环境里面,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愿你的旨意, 在我身上成就, 今年圣诞节, 我鼓励大家同样问一个问题, 主啊, 今年圣诞节, 我是你的仆人, 我们是你的使女, 在今年圣诞节里面, 我们可能有很多活动的, 不同的家庭有庆祝圣诞活动, 或者公司里面有庆祝圣诞活动, 或者社区中心里面有庆祝圣诞活动, 有没有, 开始的那些dinner很多的了, 或者你甚至说, 我去这个圣诞节, 我去什么地方去旅行呢, 都不要紧要, 众多活动的时候, 你都问一个问题,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我去旅行, 我去游船河, 我去哪里旅行, 国内的人很多说, 我去古巴了, 他们一飞一飞去古巴, 很方便的, 又便宜的, 无论去哪里玩, 去哪里做什么事, 我说我都可以问,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在这个旅行的里面, 你有什么的旨意, 要我们成就呢, 除了享受这个假期之外, 会不会有个旨意, 让我们能够和身边的人分享呢, 有一次同一位姐妹, 去和Hailey去看我们的客历会营地之一, 她就说, 我坐Hailey你家的奔士, 她的旧奔士很旧的, 我说好了, 她的妈妈持有, 于是Hailey的妈妈就车我们去, 她说很多见证, 她说, 你知道大家没多久之前, 城不华基不是去旅行的, 去游船可旅行的, 我们说批评的, 哇, 这些富有教会去游船可旅行, 其实都不是花很多钱, 其实, 他说我去游船可旅行, 他跟我分享, 他说, 我不是去游船可的, 他说我去什么呢, 我去传福音, 我心里面说, 游船可传福音, 你好像不是很合理, 游船可就玩, 传福音, 就是没得玩, 他说不是, 他说我读那个城北, 那个peace program, 就要去短孙的, 不过身体一样, 所以就不能去短孙, 我就当那次成为我短孙, 怎么传福音呢, 他说他游船可都玩, 但他说上帝给我的机会, 我去过游船可里面, 我要向所有接触的人传福音, 他向哪些传福音呢, 他向服侍他的waiter, 和waitress, 那些全部都是东南亚去的, 有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有时中国, 菲律宾, 很多都是这样的服侍的, 他向他传福音, 他向一个人传福音, 向几次传福音, 接着跟他祈祷, 他说神啊, 希望这个人信耶稣, 过了两三天之后, 那个员工呢, 回来找他, 他说, 他本来是印度教的, 他说, 女士, 不知道是不是你祈祷, 我昨晚梦到耶稣跟我说话, 他说, 你没有梦过耶稣跟我说话, 没试过, 梦到那些坏东西多一点, 梦到耶稣就很少了, 他说, 我都没梦过耶稣说话, 耶稣跟我说话, 我在梦里面, 我远远信信耶稣, 就跟他说, 缺自信耶稣, 他说, 竟然去游船河, 去玩的, 神给他开路, 能够带人信耶稣, 各位灵之妹, 神很奇妙, 只要, 你去问这个问题, 我是主的侍者, 侍女, 主啊, 有什么给我做, 帮我做, 上帝不会说, 游船河都不让你玩的, 让你玩一下, 但是呢, 给你有惊喜, 给你有惊喜, 当我们愿意去侍奉, 主啊, 我是侍女的时候, 原来神给我们真的开路, 各位听见, 我们教会进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问这个问题, 主啊, 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 虽然这个是货仓, 不过都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虽然说我们这个货仓, 货仓礼堂, 不过那个acoustic都不是很差的, 原来都OK的, Kevin项头, 他都approve的, 接着后面又多好啊, 后面很空啊, 怎么用呢, 一直都是在想这个问题, 那时时我都是在问这个问题, 我说教会, 就是我其中一个梦想之一, 就是牧师很多梦想的, 不过其中一个梦想之一就说, 如果能够扮一个基督教学校就多好啊, 那时候我们后来, 后面我们曾经想过扮一个daycare, 后来查查过, daycare装修, 你没有五十万都做不到东西的了, 因为很贵的, 每个房间都有水啊等等, 哎呀, 放弃了, 不做了, 那接着呢, 没多久之前, Humphrey就问我们, 我们现在后面, 我们不够房间用了, 我们其中一个问题呢, 我们空间很多, 空间多得太, 房间不够, 上主有壳, 加上我们租了几个房间给拉盒呢, 那他把整个办公室在那里, 好像有点不太方便, 那些长者说, 为何我们的主要学方法被人霸了呢, 就是我们租给人, 今天有点租的, 不要说霸了, 那问题就是, 究竟怎么办呢, 真的不够房间了, 那么计一计的数据, 哇, 房间有很多钱的, 装修两层, 两层一做, 就是要建地基, 很多钱, 接着后来我们发觉, 你知道我们的污水系统还没做的, 十年二十万的, 哇, 那里装修几十万, 十年二十万, 哇, 哪有钱呢, 但是好奇, 上两个礼拜, 一帮特兴姐妹跟我说, 他说, 喂, 我们想扮基督教学校, 他们走到那个后面, We like it, 我们喜欢, 装修啊, 我们给, 那就是租我们嘛, 那当然我们租的便宜一点, 就是这么说, 还有新的一个发展, 那帮特兴姐妹是国内反性教育的那帮特兴姐妹, 跟着你以前有家学校叫做Scarpool Christian School, 现在改名叫做Signet Christian School, 我的弟弟读过的, 他们就卖了他们的学校的校舍, 他就找我, 他说, 我们有150万在这里, 不知道怎么花, 剩下150万, 那些钱就不是他的, 是上帝的, 不如我们三班人合作, 在你们后面, 搞一间基督教学校, 好不好? 那我说, 真的是靠上帝, 因为那个学校是不是做不做到呢, 要松龄那些事, 要去City的, 不过, 如果你留意一下, 我们这里是private school area, 数起来, 十几二十间私校在这里, 这个附近两三个block之间, 那别人都做得, 我们照记得得, 对不对? 很奇妙, 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做到私校, 不过我相信, 突然间有百几万, 不知道怎么花, 真的, 他说我们卖了一间建设, 他们本来很穷的, 但是卖了一个建设, 有150万, 他说不是我的, 不知道怎么花, 生了一个学校, 很可惜, 不如我们一起合作, 不如借钱给我们, 弄污水也行, 有可能, 借的, 不要用什么, 很奇妙, 所以突然发现, 今年, 当我们说, 神啊, 我们教会, 我们怎样要能够成为, 更加荣耀你的教会, 更加来到去, 侍奉你的教会, 神就在这里工作, 而他工作是超过我们, 上所所求的, 我们想了计了很久, 计了一条数, 哇, 怎么做, 初初我们计划, 和Humphrey计划是什么呢, 五年计划, 先弄什么, 弄了水先, 十来二十万之后, 接着再筹钱, 五六年之后, 有机会建两层了, 如果上帝的心意成就, 明年九月份, 我们就可能有一家学校在后面, 两层的地方, 弄了它, 接着污水全部弄了, 都可能, 想都没想过这么做, 问题就是关键就是, 如果我们教会, 主啊, 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不是要威水做什么, 我们要, 将你所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开始进来教会的时候, 我们都问, 神啊, 这个教会, 神你给我们这个建议, 真是奇迹来的, 我们没可能做得到, 这个建议要贡献给你的, 要贡献给这个社区,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 又试过午餐开门, 又来聚会, 很多都没得, 都不是很成功, 神啊, 这个是你的教堂, 我们只不过是管家, 求你用这个地方, 荣耀你的名, 神就按住他的时间工作, 我不知道刚才我所说的, 是不是一定成就, 不过现在发展就是这样, 神他按住他, 最好的方法来成就, 你想想我们的人生, 主啊, 我是你的管家, 我们要怎样让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大英姊妹, 都敢同神说, 主啊, 求你让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身上, 真是这样说的, 因为马利亚说, 我心专注为大, 专注为大, 就是说, 摆你最大, 其实专注为大, 那个字是, 比较好的翻译就是, magnify, 扩大, 这首诗歌, 有个拉丁文人叫, magnificate, 就是说, 是扩大, 荣耀上帝的意思, 好像保罗说, 无论是生是死, 叫基督在我们身上, 照上显大, 施世弱行说, 我必须微, 他必显黄, 当我们说,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 我们有个心态说, 主, 请我们的心愿, 愿主的名, 在我身上显大, 主的旨意, 先过我的旨意, 这个心意, 放下, 让你的旨意, 成就在我身上, 因为我深尊主为大, 各位听见, 我们要今年圣诞节, 上帝将最好的礼物给我们, 让我们将我们人生的目标, 主啊, 让你要在我们身上显大, 保罗坐牢的时候, 他要基督照常在他身上显大, 无论是生是死, 施世弱行, 刚才我说, 他必轻黄, 我必须微, 当时施世弱行是很有名的传道人, 看到耶稣出来做尼赛亚, 他说, 他威水, 我降低, 你知道我们大家全道人行家, 怎么会你威过我, 当然是你又威, 我也威了, 不是, 我降低, 耶稣轻黄, 没问题, 因为他知道他有一天, 他的工作做完, 耶稣的工作是永远做无缘的, 但这个是生命里面, 专主为大, 那个生命, 耶稣赐过给我们, 最伟大的礼物, 我们的生命, 怎么能够有其他的事, 将主, 我主你为大, 不过第二大, 最大大是我的,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怎么可以有其他的事, 心里面还说, 我其他的顾虑, 上帝, 我很尊敬你, 不过第二, 第三, 第四, 给点时间, 时间就是今天, 主啊,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跟随你, 专主为大, 以你为乐, 以见到上帝的满足, 成为我人生最大的满足, 这里, 玛利亚说, 我灵意我的救主为乐, 他因为有认识这个救主, 因为上帝的救恩, 他就以上帝为快乐, 我们见到神的工作发展, 我们就起乐, 我们见到人生命改变, 我们就起乐, 我们见到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就起乐, 这个是以神为乐, 各位听姐妹, 我们很多时候, 人生追求快乐, 是往往以我们自己为主的, 我今天吃了一餐, 很漂亮的大餐, 正啊, 20安市牛扒, 很正的, 哇, 很开心的, 其实不是转眼间不开心的, 哇, 有20样东西出来的, 很多的起乐, 以自己为中心, 自己拥有, 都比较暂时, 会过去的, 会比较的, 真正的起乐就是, 以上帝为乐, 看到神的作为, 看到神的工作, 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哇, 哈利路亚赞美主, 自己没有了, 完全投入在上帝的工作当中, 那种的起乐, 是永远的起乐, 拿不走的, 拿不走的起乐, 有一年, 很多年前, 有机会, 我参加一位姊妹, 在美国的, 一个典礼, 当时, 她请我去, 她的就职典礼, 好像按立那样, 当时我都是传道, 我竟然去, 她请我去帮她, 为她祈祷, 好像按立人那样, 因为她的整个祭祷, 好像按立那样, 当时我说, 不是啊, 我又未被按立, 做完这些东西, 好像不是很合适的感觉, 但是呢, 见到那位姊妹, 认识了她, 读大学, 一直当年, 参加去, 帮她按立祈祷的时候, 心里面有一种, 很特别的开心, 我又未按立, 不是我按立, 是我帮人按立, 不是因为我威衰, 我没有什么威衰, 因为她说, 因为她是我, 我是她们以前的导师, 但当时我们整个人一起去, 开个车, 走去美国那里, 就帮她祈祷按立, 那她的教会又更加开心, 她说, 很好, 让你住一间酒店, 帮你去玩一下, 那我们去到开心, 不是因为有间酒店住, 不是因为去那里玩, 是因为有机会, 去参与这位姊妹, 在神的里面, 读完神学, 侍奉主那种的喜乐, 那种喜乐很奇怪, 你按立祈祷完之后, 没有人记得我是谁, 是不是呢, 记得那个被按立的人, 那些按立祈祷的人, 不知道是谁, 没有人记得的了, 下来之后, 你都可能不记得我了, 因为人很多, 通常那些牧师, 每个人都穿着袍地, 只认得一件袍的, 不认得那个样子, 我的袍都没有, 穿着洗装的, 但是那种喜乐, 不是别人认得我, 不是因为有什么威衰, 是因为能够参与一位姊妹, 她在神的里面, 被神使用肯定, 那种喜乐, 很奇怪, 那种喜乐, 到今天想起来的情况, 还很开心, 想起来的那种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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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他拔牙, 一起去驾车下去, 很开心, 整个喜乐围着在环境当中, 今天想起来, 还有一些笑容在当中, 人生的喜乐, 能够绝好久的, 不是很多, 往往, 不是说我做了那种威衰的东西, 那些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很绝的, 因为我做了多厉害, 很威衰, 然后就说, 不是啊, 隔壁的那种更威衰, 当然是这样的, 但有机会去, participate人家的喜乐, 神的工作的喜乐, 那种喜乐, 真是长久很多, 各位听姐妹, 我们追求高的喜乐, 长远的喜乐, 不会退色的喜乐, 就是以神我们的救主为乐, 玛丽亚非凡的生命, 主啊, 我是你的屎女, 我们的旨意成就在人身上, 我心专注为大, 我以你为喜乐, 这四方面, 成为我们今年圣诞节, 人生的四个特征, 我相信, 很快, 如果你说, 主啊, 我今年圣诞节, 我就做你的博人, 有什么要我做, 你帮我做, 让我今年有一个非凡的喜乐, 看到你的工作的喜乐, 我相信神不会叫你失望, 你这样祷告的话, 今年圣诞节, 神就回应你的祷告, 让你经历, 祂和你一起同工那种的喜乐,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要慰望你, 主啊, 马利亚的生命,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一个真正尊主为大的生命, 神啊, 我们求你从我们的自我中心, 比较, 我们世上, 形形役役, 那种的捆绑当中, 释放你, 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 走进一个以你为主, 我们做博人, 专利为大的生命, 神啊, 求你祝福我们, 给我们的教会, 能够真真正正, 荣耀你的名, 专主为大的教会, 神啊, 你知道我们要走的路, 还有很多, 我们很多软弱的地方, 我们是完全的不配, 但是你的恩典, 竟然拣选我们, 给我们有机会, 与你同宫, 远处, 近处, 来到去侍奉你, 神啊, 我们是你的博人, 我们要以你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喜乐, 我们这样祈祷, 我们祈祷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